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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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多多的時間 上次跟大家說過 選購電器時有什麼安全 需要注意 今天跟大家說 如果你要接駁電器時 有什麼安全守則 首先 如果家中有大型 耗電 大型電器會直接接駁 插座 一定要找一些註冊 承辦商 去幫你接駁 例如最常見 家中的冷氣機 應該會直接接駁到電插座 其次 如果你真的要接駁其他電器 上次都跟你說過 應該要用一個三腳的插座 其實三腳的插座 有什麼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三腳的插座 通常都會有一個地線 或者叫做水線的位置 其實這個地線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用來防止這個流電的情況出現 講一下小小原理 如果你的電器有流電的情況 而它是有地線的話 其實這些多餘壓 多了出來的電流 就會直接接駁到地線 就落了地下 你接觸那個電器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這個觸電 如果你真的要用這個兩腳插座 其實就一定要有一個 叫做雙重絕緣的設計 在那個電器那裡 其實如果有這個雙重絕緣設計的電器 就應該在它的標籤裡面 有一個好像中國字回字 回家的回字的logo 如果有這個logo 即是代表它符合了這個雙重絕緣設計 其實都算是安全的 好 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下次繼續跟你說一下使用電器 有什麼安全需要注意 今天問問.tok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tok宜蘭逐個足 拜拜